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买一份 逐渐对这个游戏的爱是有多么的深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游戏背景就是黑帮家族在西西里岛上混战抢地盘 生产毒品赚钱 最终控制地盘 游戏胜利的结算方式也是通过控制地盘的数量来决定的 就是一个比较硬核的 有点像战争游戏一样的曲共打架游戏 它特殊之处在于只能是2v2 回合的结构上它每一个大轮一共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供放阶段 第二个阶段在摆上我们去执行 我们摆上来的交战标记 供放阶段我们会有一个供放区域 每一个大轮的供放区域它是不一样的 你这一轮的供放 你会把你的标记物摆到下一轮的供放区域上 所以你这一轮的标记实际上决定了下一轮每一个供位 它的价格的不同 它的供放的博弈点实际上跟传统供放是比较接近的 这游戏比较偏向于得势的一点 你要去尽快的按照你顺位的优先级 去想办法卡住对于你来说最赚的一个供位 或者你把别人最想做的那个供位给抢走 然后有招募有生产 还有可以让你往版图上摆行动版的供位 如果你执行供位的话 你就会往版图上摆每个家族独有的行动版 行动版的内容实际上是游戏它比较非对称的一点 它虽然是必须2v2 但实际上有6个家族可以选4个人从这6个家族里一共选4个出来 每个家族有不同的侧重点 有的家族比较擅长搞钱 有的家族比较擅长搞汽车炸弹 供放阶段结束之后 我们进入下一个结算行动标记的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会把所有的行动标记从版图上都翻开 这一点跟权力的游戏的桌游是比较像的 我们会按照行动标记从高到低的次序 以此来结算 一般来说行动标记就是去打架 或者是拜地方加强它的防御力 或者是在这缠两个兵 一共这样玩4个大轮 一个人占5块或者两个人加起来占6块 如果没有触发这个条件的话 那4个大轮结束之后 我们就比D的总数 然后来决定谁 游戏规则细节还是蛮多的 很难完全概括下来 但基本时间 我是第二次玩这个游戏在汉斯加 这次我讲规则 但这次我讲错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规则 虽然我们玩村里一点 但好像没有影响到去了解游戏 它最本质的那部分乐趣 我感觉这个游戏首先它特别独特 有点像之前咱们玩的那个与魔鬼做交易 它也是必须RVR 就没有人数弹性这个维度 我在这个游戏里边 我体会到了 我跟我的队友去大声密谋的快感 这个感觉不是RVR游戏是给不了你的 这是最击中我的一点 汉斯你的摄像头没了 问题不是很大 我要切一个死亡视角摄像头 它RVR的框架提供了独特的化学反应 也是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把自己跟其他游戏区分开的一遍 这些的优点我觉得就是 虚控游戏让我们喜欢的点 就这个游戏基本都提供了 就那种心理战的成分 就是公位上你要去想 你是抢到自己最占便宜的公位 还是去卡住别人最想做的公位 它有一个很赚的机制 就是如果你的进攻 把别人摆了行动板块的地 那块小兵打空了的话 别人那个行动板块就会被拿掉 执行不了 所以你会想着怎么样 去用你的厉害的行动板块 去把别人的行动板块打掉 你可能会想用自己不是很厉害的行动板块 摆在那儿 让别人觉得你在这儿对它产生了威慑 把别人的上等马给引出来 有个天机赛马的感觉 轮次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行动板块的次序是一样的 那谁是这轮的骑士玩家 谁就会先动 所以有很多要考量的地方 具体结算战斗的过程当中 它也很有意思 它有两种战斗的方式 一个是文斗 一个是武斗 武斗就是你一大堆兵走过去 你自己先死两个 然后你跟别人一比一的怼 你能把别人全怼掉 你赢了 文斗就是你所有的兵走过去 这个时候由进攻方先决定 要不要从自己手里三张卡里面打一张 防守方决定要不要从三张卡里打一张 进攻方这个时候要选 要不要把防守方打出那张卡拿过来 然后进攻方做完决策之后 就大家把自己面前的牌全翻开 牌一共就三种 一个是撤退一 一个是撤退二 一个是置换别人的一个兵 变成自己的小兵 首先你自己想要不要打 如果你想保留有生力量 你就把自己的撤退一撤退二打出来 你觉得别人可能不会打 那你打出来了以后 你这个兵不用被打死 它可以回到副技区 如果你想跟别人搏一搏 你可能走比较少数量的兵过去 然后打一张 把别人小兵变成自己的 你赌别人不会把你的这张卡拿走 就基本上它博弈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呢 我觉得它这个主题还挺有意思的 汽车炸弹搞毒品 为这个主题BGG上还有人 多有微词 从一个事不关己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可实是把这一帮火病的 惨无人道的那种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我第一次玩完之后真的很喜欢 但是第二次在汉斯加开完之后 稍微有一点OK 我可以往后退一步 客观的来审视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首先它太硬核了 不是可以随便推荐给任何人去玩的游戏 规则比较复杂 而且会把人打得很惨 而且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 什么事情都跟CPU商量 真的客观评价这个游戏呢 它能挑出很多的毛病 但是它RVR的这个化学反应 在我这实在是太大分了 那我先问你的问题 我觉得第二次打 它哪一部分让你觉得 没有第一次那么惊艳 从游戏玩法上 没有不喜欢的地方 只不过第二次玩完之后 我会去思考 如果我拥有这个游戏 那它上桌的频率是多少 放在汉斯这 我过来了 我可以玩 如果我自己要有一个 它上桌的频率 会不会就非常非常的低 我刚才想说 这个好像就是你的游戏 不是如果你 或者说 我自己的桌游圈子 是不是能接受它 群游里边其实也有表达过这个看法的 就是他们觉得这游戏时间比较长 而且四个大轮呢 你做的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重复的 如果你不能完全的把自己放到 跟别人大闹活异的状态当中 你可能会觉得 我这四轮我没有太多的增长 我爽感的地方 那个群游的评价 我觉得是比较中衡 我觉得它确实是绕不开 可以跟群游去比一比 群游对我来说有点过于的久远了 我已经快记不起来它里面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我只是记得它一些细数的规则 但它确实在大框架上 跟它有点相似 有暗放命令的指令在这里面 这个游戏我可能玩完了之后 我最大的槽点会在它的攻放阶段 因为对于我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放弃阶段 如果说它像群游那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摆的时候 还在这个互相的活力 但它额外的这个小攻放 我确实不知道它的意义和它 因为它能够给你的东西 无非就是刨冰生产 然后已经放这个片片 它有个行动顺序在 但它具体是不是躯空 我感觉它好像横过来竖过去 没有给我那种会被躯空卡到的感觉 这部分的话 是我最没有injoy 我就想快点把这个弄完 或者说它只是我在做别的东西的时候 一个程序化的东西 我比较享受的是 一个是它像群游一样放那个东西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心机的成分在 它那个纹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自己是除了好牌还是坏牌 然后如果我说的是好牌 对方会不会把我张好牌拿走 就是这两个选项 它唯一有一个防守方的信息优势就是 他们打牌都是共同按着打的 但是选择要不要拿 是进攻方先选 然后防守方根据进攻方的这个选择之后 再去做接下来的选择 也就是说防守方有更多的信息 防守方可以根据自己张牌有没有被拿走 去做下一步更优解 防守方的这个优势会大一点 那么它就是一个一环套一环 你在这层我在这层你在这层我在这层 它本身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博弈 但是我觉得它却很有趣 就是把所谓的游戏理论游戏设计的最基础 它说白了 我后来我醒悟过来 这不就是有一个先后手的十方简单部的版本 只是说防守方稍微多一点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一种的 它有可能是一个假信息 有可能是计划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整个游戏里面 比较有趣的一个机制的其中之一 然后它另外一个有趣的机制 就像全游那样暗放这个命令 但是我会觉得它反而没有全游那种 给我好的感觉 因为我会觉得全游更加的 会有每个地方放在哪里 会有一个更加关键的感觉 因为它每个片就很单一 就很目标明确 但这个里面你其实能做的东西不太大 就是你有的拍过的拍 都不是同样的东西都有可能 这两个是我喜欢的机制 但是这个攻放做职业 我觉得确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游戏是好玩的 它好玩就好玩在 我可以把我不喜欢的驱控 交给我的队友 我自己专心去玩攻放那一块 我觉得它的攻放那一块 是更吸引我一点 因为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 驱控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让我能够 更喜欢这个游戏一个点的 但是我就跟汉兹是 反过来的一种感觉 他喜欢这个是因为 他能够所有东西都走到那个驱控 我是能够把所有驱控 去扔给别人 还有就是汉兹说的 那个文斗这个东西 我对他的评价反而就平平一般 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就像汉兹说的 他是一个带信息的石头捡到布 那么在我感觉就是 我们两个在猜拳之前 我喊了一声我要出石头 汉兹喊了一声我要出布 然后我们开始石头捡到布 就仅此而已 没有说那种额外信息去博弈 因为你算来算去 最后就是无影开 你大概可以排除掉一张 对手最糟糕的选择 然后就是无非这两张里面 你调一张人数区 但是他唯一不一样 他是有不同收益 其实就是负一负二和正二 他其实是这三张牌 然后你就是在这三张牌面选 所以他并不是完全的一个 盲的石头捡到布的一个克制关系 就是看你贪不贪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有因的这个心理博弈的成分在 假设说你石头捡到布变成了 我出剪刀 我就可以赚两块 我出石头 石头就是亏一块的时候 但你有了这层信息在上面的时候 怕石头捡到布可能就没那么单纯 因为很多人都想赚两块 所以这个赚两块的剪刀大概就会出 所以我今天就出这个亏一块的石头 虽然我每次都亏一块 但我可以稳引剪刀 又有成这个博弈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然后我就会喜欢这种 在规则之外的博弈的感觉 而不是曲控 多一块我就先抢多一块 他就很单线程的一种想法 本质上来说它是个石头捡到布 但那肯定又不是嘛 因为石头捡到布的话 你分析的过程当中 你不用考虑这个你版图上的局势嘛 这个你要把你版图上的局势连带上去一块考虑 就我玩这游戏那公放那部分 我有什么感觉啊 如果没有这部分公放 我们直接就上去就干 两个人就是不带粉丝手套打架那种感觉 就它其实公放那部分 它是比较得的一部分乐趣 你的原片越多 理论上别人执行行动 他要付出的钱就越多 升级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还有就是你公放的时候 你把你的那个原片往下移一的时候 你肯定首先你自己要想 你要做哪个动作去转 第四呢 你就是想让别人下一轮做哪个动作 我要付更多的钱 你可能就把那个数列给占上 这些东西确实跟虚控本身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就是你既然直接跟别人上就干 那可能这部分确实就是一个 比较减分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也把那个整个斯大伦的游戏时间拨长了 我觉得全游给我的感觉 它的嘴炮成功 或者它的谈判要素 或者比重会占很高 这个是我对于这个游戏不喜欢的点 而且你是要多方交谈 但是这个因为是二与二 它是一个我们两个只能对打 它就是一个拉锯战那种感觉 就没有这种嘴炮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是更加省心 更加直接 能让我更加享受到这个游戏一致上的乐趣 说一下我自己额外的感受吧 它游戏的各个部分都没有问题 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个2v2 我感觉只能说它是一个好游戏 它不能够给我产生那种更加新奇 更加特殊的体验 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2v2 它能够让这个游戏变得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这游戏不是2v2 你让我玩这完全一样的内容 那我可能我完全不会推荐这个游戏 我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2v2游戏 因为它不会让我感觉到 就是你真的跟你的队友是一个很紧密的一种combo 它如果想变成一个1v1v1的游戏 它什么都不用改 它只要把队伍取消了 并没有一个很让我是一种团队游戏的感觉 而且它的胜利目标也出现了它不是一个专门合作游戏的感觉 要么一个人拿5块 要么两个人加起来拿6块 就光是这一点我就感觉它好像有点奇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钱了 你队友可以给你钱 让他给你钱的同时 他自己还要再亏一块 付一个人手机费 这两点让我感觉它好像其实没有很鼓励你去做不同的事情 它不可以说你两个人一个是财务大臣 一个是军机大臣 我就是赚钱 我把钱输给你 你去打仗 它并没有像你们真正说的那样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完全就分开两个 就真的就是一个人管钱 一个人管打架 那样我才会觉得它对得起它的所谓的 一定要2v2的这么一个设定 就有点像 You with the Devil一样 它告诉我 你一定要4个人 我觉得它是有道理 但这个游戏你说 你一定要4个人 我觉得它是没有道理 因为它是这样 一个2v2游戏 我觉得它可能是要展现出 你们两个队友之间的矛盾 或者说是配合好的地方 它是一个好的合作游戏 有点像最近开飞机的 Sky Team 我没有玩过 但我感觉它的主题应该是这样 一个合作游戏的主题应该是 要么凸显你们这些矛盾 要么凸显你们天衣不缝的配合 但是这个游戏没有 所以我感觉它就是单纯的 好麻烦 这个游戏我要去做三人的平衡 二人的平衡 好像有点难做这个平衡 要么我们就光卖它2v2吧 就只做这个 我们不需要别的数值平衡 我同意你说的所有东西 它不是一个我们真心实意的合作 去干一件事情 来达到一个胜利的游戏 它只是把两个人扔在了一出团团上 然后让这两个人去开一艘非常麻烦的团 但我觉得It just works 因为它总够麻烦 所以两个人有不同的主意 所以两个人要去炒 就因为有这样子的拉扯 导致这个游戏这个化学成分是存在 所以它work 汉斯说的其实我只认同的 因为你思考从机制本身来说 它的设计并不是说 我鼓励你两个人之间 互相交流的这种化学反应 因为除了我给别人支援钱的时候 我还要饶一块出去 包括它行动指令上也没有说 OK如果我要是两个人一起的话 会怎么怎么样 而且它占地盘也是只能一个人占 这个我觉得非常反人类 强行我跟我的队友在同一块地里 它同一块地的所谓的占有权 是它有三块小地在一块大地里 三块小地里一个人占两块 就算你占 然后结果我跟我的队友一人占一块 还既不算我占 也不算他占 就很奇怪 这个就让我觉得它 好像并没有真心实意的 想让我们玩一个合作游戏 它又没有那种让我去捅我队友背后刀子的设定 我觉得你到底是想要合作呢 还是想要挑拨我们这个合作关系 它都没有一个阻止 我不是很懂它为什么要强制2v2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疑问 我不能替设计师说话 但是我也不懂它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2v2 但是我可以说我get到了它2v2带给我的快乐 就我感觉它达成了一个 你如果两个人不商量 打两个商量的人 那一定是那两个商量的人最终会赢 打个比方来说 虽然它不同颜色的兵不能站在一起 但是你可以达成这种 比如说我现在用汽车炸弹把那炸平了 然后你用你的兵走进来 把那块地站上 这种本身不是机制上鼓励的 但是你两个人商量之后 可以达成的这种结果 但确实这个东西呢 它很考验玩家本身 如果它没有进入到这个角色里 那你就是错失掉了这一部分的乐趣 回到游戏本身来说呢 它可能确实是有一点精神分裂的 它是一个2vr only的游戏 但是它在机制上并没有提供给你 去鼓励你跟你对我合作的这种乐趣 所以可能这也是我第二把打完之后 冷静的想了一下之后 开始对这游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最后总结一下 我第二把玩下来呢 我对这个游戏 我是这么一个评价 就是我私心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不会说逢人就推荐这个桌游 你应该去买 如果你能get到我说的那个2vr 带给你的那种化学反应的快乐 同时你能接受这游戏的重度 你能接受可能被别人打的一个比较的不胜挫败感 你可以是 对象是这个游戏加定语加的太多了 我觉得它真的很独特 但是有很明显的所外 我把它推荐给别人的因素存在 我觉得这个游戏是那种 你如果想要打中德 但是输了你可以怪队友的这么一个类型的游戏 然后同时我感觉你随着这个游戏打的次数增多 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这个游戏越来越不好 因为当你足够了解这个游戏 你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你的队友来帮你完成这一个2vr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 或者有机会的话去防止几次 但我不会推荐去买这个游戏 如果你很喜欢黑帮题材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去买它 如果你永远能凑到四个人玩这种游戏 那也可以 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推荐买 但我推荐你去试两次 反正从我自己的角度 我好像觉得就是摘掉滤镜之后 你说它特别吧 我也觉得以孙毅给我推荐的各种各样特别的游戏来说 它里面它算是不特别的那一款 不是 它最吸引我的点 其实还是那个尺头剪刀布的机制 就是整个游戏 如果能够把尺头剪刀布拿出来 再做一个别的剧孔游戏 我可能会买账 但是它现在反而因为加太多别的东西之后 反而会让我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它的天赋条点出来我没有觉得很惊艳 因为它的天赋条点出来我并不会觉得说 有人可以改变套路 只是说他做某件事情变强了 然后它的那个攻放来说 它攻放本身来说我觉得是够独特的 但是它里面不是很适合这个游戏 反正总的来说我可能不会推荐 我会觉得会有更多更适合的一个游戏吧 它太难上桌了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推荐这种二月的游戏 你会推荐哪个 我绝对是推荐878围巾人 878围巾人就会更多的有所谓的两个人的商量 我也不会帮他控制 我们确实又不一样 我是狂战士 他是黑色围巾人 我攻击力高 但是我需要他帮我防守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各自又有各自的特点 然后我们还可以真正的大声密谋 甚至战争宝和2v2 我觉得都还可以 我上次还真的试完了一下 我发现好像还可以 我以前会觉得好像1v1是它的这个主要模式 但2v2我玩完之后莫名的还有配合呢 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问我2v2推荐什么 可以是那两个 但不会是这个 因为我最想吐槽就是这个2v2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 收藏一击三连哦 也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的看法哦 也可以来集职群里边找我们聊天 拜拜